非法的無薪假進行補償甚至加強勞減 這個我都願意給予積極的肯定 但是我現在要跟部長講的是 這個陰性注意事項如果違反的話 没有任何法律效果 没有任何法律效果 那我现在这个就是我现在要make the point 就是针对无薪假进行正式的法律规范 在什么样的要件之下可以做 在什么样的要件下不行 那如果違反了应该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 来真正在法律制度上保护劳工 请问这个方向院长或部长赞不赞成 好谢谢黄委员的咨询 院长请坐 那么报告院会上午咨询到此为止 下午2点30分继续开会 进行施政方针以及施政报告之咨询 今天中午要进行党团学商 现在请各党团负责人到群衔楼502会议室 学商现在休息 我们下午3点30分继续开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